我们来看 知识的影像辨识的这一个模组 这是念成 Post to Squish PostNet to Squish 然后他一样预设,他会把你的影像打开来 现在这一次必须把人脸露出来,因为他侦测的是人的五官 有什么 一个你可以算人数,第二个鼻子,眼睛 耳朵 然后 肩膀 手肘 手腕 然后 腰 膝盖 往下还有脚踝 都可以,所以他侦测的点蛮多的 然后最下面是 视讯要不要打开来 然后这个是透明度,这没有什么特别 那最简单来看就是,比方说人数 现在一个人,因为这镜头里面只有一个人 那我要看我鼻子的X坐标 好,假设我往 这边移 他坐标是 好,坐标是有改变的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些坐标 来做 你的发想 这比较重要 好,比方说 我希望 事件开始的时候 我希望 事件开始的时候 我希望这只猫咪 黏在我的鼻子上 好,有一些拍摄 镜头的特效 不是这样吗 这边放一个特别的 那你就自己去加一些 画一些特别的 那个特效 他就会放在你的鼻子上 假设你鼻子上 画一颗爱心好了 那这爱心就会在你的鼻子上面 那这做法事实上也很简单 那就是怎么样 重复无限次嘛 他就每次 我让 这只猫咪好了 好,我们先不要那么大 尺寸 设定只要一半就好了 50就好了 然后 动作 移动到 定位到哪里去 定位到谁 我的鼻子 鼻子的x 鼻子的y坐标 好,这样子 猫咪就会 怎么样 黏到我的 我鼻子移到哪里 他就会跑到哪里 其他的做法相同 你有了 每个五官的 坐标以后 你要做什么事 可以设计很多 蛮好玩的 不一样的 游戏或者是动作 善用这一个工具 善用这一个工具 这个工作 happening 简单的示范到这里 面 JAMES